SEGA公司最具代表的電玩角色 當然是非音速小子索尼克莫屬啦 而在這一次睽違16年的正統續作 《音速小子4》第二章中 他的好夥伴雙尾狐狸塔爾斯也會登場 這兩個好夥伴一起協力挑戰關卡 我想會更加有看頭唷 SEGA公司日前公布了《音速小子4》第二章 將於今年的5月16日發售 本作接續了2010年發售的第一章 並且增加了登出MV平台上《音速小子2》 首次登場的雙尾狐狸塔爾斯 這也說明了將會有雙人模式 玩家將在操作首席的索尼克以及塔爾斯 使用高速奔馳、翻滾攻擊、追蹤攻擊等行動 在多彩多姿的關卡中 挑戰彈頭模式的機械大軍